欢迎收看11月22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门琪 首先请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景文科大庆祝33周年校庆 师生在校庆典礼上 献上国内外竞赛得奖优秀成绩 11月26号投票日 新店捐写是作业时间延后到上午10点开始 八类人有福 包括新北市民65岁以上国民等等 到平林茶博馆参观可以免门票 新北山药好吃又健康 但要怎么挑选山药呢 而且品种不同 料理的方式也会不同哦 今天的我是小主播单元 一起来看看 中华民国少数族群权益促进协会 小主播的表现 景文科技大学创校33周年 22号举办校庆典礼 校长余地表示 虽然受到了少子化以及疫情影响 景文全体师生仍努力教学研究 不仅今年招生 令人成长了8% 参与各项国内外竞赛 更是荣获优秀成绩 景文科技大学创校33周年 22号在国际会议厅举办校庆典礼 活动由学生社团 达鲁岸社表演泰雅族之歌 热情揭开序幕 景文科大校长余地在致辞时表示 少子化以及疫情影响下 景文全体师生仍努力教学研究 不仅在今年招生 逆势成长8% 参与各项国内外竞赛 各式荣获优秀成绩 包括电子学院在国际创新发明奖中 得到5金的成果 人设学院在视觉设计 与珠宝进攻方面也获得佳击 让北景文的招牌更响亮 我们为了要维持北景文这样的美誉 我们真的很努力 特别是我们观参学院 不论是国内国外的大赛 都是获奖无数 当然我们其他学院也是不遑多让 我们人文设计学院也是全国性的 还有国际性的老师跟学生 都是获奖很多 我最近才刚出炉一个精工达人 对不对 全国第一名 此外景文也持续推动产学合作 除了连结国中高中端 进行产学一贯技术教育 同时还结合在地资源 带领学生走出校园 达到社区学校互利共融的目标 景文科大一直都是景文高中那只强而有力最支持最稳固的那个大手 他永远都牵着景文高中的这只小手在协助我们 景文其实远近迟名 除了在外面去参加比赛拿荣誉之外 其实也没有忘记照顾在地的社区 我们不管是一组或者是来社区做服务 其实都是一种回馈地方 景文科大表示 未来将持续深耕在地 放眼国际 精进食物教学型大学的目标 让校务昌龙未来更好 记者陈振平 咱们其心电 财宝报导 冬季北部地区经常阴雨绵绵 导致民众出门捐血意愿降低 心电捐血市护理长崔爱宇表示 冬季是心血管疾病好发季节 病人用血的需求大增 因此期盼健康的民众踊跃捐血 另外还要提醒民众 11月26号投票日当天 心电捐血市作业时间将延后到上午10点 进入冬季天后状况不佳 北部地区更经常阴雨绵绵 导致捐血中心常有缺血危机 心电捐血市护理长崔爱宇表示 尤其冬季是心血管疾病好发季节 病人用血的需求大增 因此期盼健康的民众踊跃捐血 天气不好 捐血人就是比较不太出门 所以这个落差会更大 根据我们最近台北捐血中心的一个统计资料 我们最近就是每个礼拜平均多了500到1000代的一个血液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那捐血人如果你目前身体状况是OK 健康的 那欢迎你就是过来捐血 虽然最近疫情逐渐趋缓 对于施打疫苗后 以及确诊者 捐血还是有相关规定 心电捐血市也呼吁民众注意 打疫苗的话 我们一般是希望捐血人 比如说你观察一两天没有发烧没有不舒服就可以过来 那如果说有发烧还是请您暂缓两周 那如果说有确诊的话 就是从解聚隔 如果说你有症状解聚隔以后14天 那如果您的确诊是没有症状的 一样从确诊当天开始算14天后就可以来捐血 另外心电捐血市提醒因应11月26号当天为投票日 心电捐血市的作业时间将延后到上午10点钟 请民众注意不要白跑一趟 记者陈仁平张门奇 心电采访报道 记者要提供给大家一个好康讯息 就是到平临茶博馆参观 有八类人可以免门票 包括了新北市民 65岁以上国民 学生等等 详细的资讯可以上茶博馆官网茶室 茶叶的味道 茶汤的味道有什么不同呢 想要了解各种的奥妙 就要来到平临茶叶博馆所推出的泡特展 这次的特展 茶博馆特别与绿色系与棕色系呈现 搭配灯光效果 营造最舒适的看展环境与品茶氛围 左边是绿色 右边是棕色 那他们分别呢 代表的茶文化的千年与未来 那一边是茶精的绿色 一边是茶汤的棕色 那因为其实 茶精呢 它在做成茶叶之后 被冲泡 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 还魂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展区叫 泡一杯还魂汤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 很强烈的视觉设计 来带给大家 前所未有的这个视觉的 美感跟视觉的享受 毕丽茶月博物馆馆馆长刘一如表示 炮特展不仅带来各种茶知识 也用心营造互动有趣的展览内容 像是科学怪人的秘密基地 茶实验室 水屯泡汤 与泡茶时间息息相关的时钟等等 欢迎社会大众前来体验 而目前茶博物馆全票收费80元 有八大类对象可以免费入场参观 包括涉及新北市的市民 年满65岁以上与未满12岁的国民 年满55岁以上的原住民 就读国内各级学校的在学学生等等 详细的资讯可以上茶博物馆官网查询 接着人民币 平邻采访报道 生药市新北健康三宝之一 每年10到12月是盛产季节 在新北的种植面积约46公顷 年产量约600公顿 在料理的方式上相当的多元 要怎么样挑选好吃的山药呢 而不同品种的山药 要怎么料理才好吃呢 马上来看我们的报道 每年10到12月是新北山药的产季 主要集中在双溪、平溪、贡辽、瑞芳、淡水等区 而究竟要怎么挑选山药呢 瑞芳区农会理事长林光明表示 先从外观来评断 表皮完整没有裂痕 尤其最好是要光滑 皮比较柔的跟皮肤一样 皮柔的比较柔的 皮柔的比较柔的 头一个这样 山药它有三种 有大十五种 还有核金水的 另外就是讲说的拇指山药粗细各不同 当然刚才理事长有讲到的是 看它的皮肤表面光泽 然后再来就是不要细致 再来就是说它类似我们那个保水性 要比较好就比较新鲜 如果说你埋到整个表皮的话 都是属于比较干燥的话 那可能就存放的时间会比较久 而山药的料理方式相当多 可以凉拌生吃 也能够入菜炒煮 菜色变化丰富 双溪区区区长阮瑞明就表示 因为山药的品种不同 其实在料理上也可以多做的考量 像是要煮汤的话 拇指山药就是最好的选择 长时间来炖汤的 我们个人是不要推荐拇指山药 因为它整个那个Q劲 跟绵密的口感的话 是外面一般的山药都比不上 如果说你像属于是大鼠种 还有我们合金水那个种 如果说尤其是大鼠种 它就是说因为它体系比较大 结构会比较松散 你如果拿来长时间炖煮的话 它会容易把它棉掉化掉 双溪区区区长蓝瑞明指出 今年因为雨量不足 山药的产量较往年少 但品质依旧相当优质 不仅吃起来口感Q弱软绵 其中膳食纤维汗粘一质 还能够帮助消化 欢迎民众把握山药产剂 品尝季节限定的好滋味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广告后继续来看 我是小主播单元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兴电网络搭配Wi-Fi 6 不但提升传输速度及上传功能 更减少无线干扰 进阶提升Wi-Fi覆盖范围 让您在家办公 线上学习更宽广自在 申办大兴电网络500Mai 免费升级Wi-Fi 6 及借用Mesh Wi-Fi 相信请下2917 3939 喜欢记录生活 分享生活吗 Tenor3公用频道 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 接着是我是小主播单元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中华民国少数族群权益促进协会 儿少领袖培训营小主播的表现 大家好 我是主播高丞祥 新和国小家长会捐赠了 以看见特殊而让不一样成为力量 为主题的天下杂志三月号给学校 希望借此肯定学校推动特殊教育 与融合教育的用心 同时也期盼能够为特殊而 营造更好的教育环境 为了肯定学校推动特殊教育 与融合教育的用心 新和国小家长会趁着招会时间 捐赠了135册 以看见特殊而让不一样成为力量 为主题的天下杂志三月号给学校 由校长方文怡代表接受 新和国小家长会会长陈胜宏表示 期盼透过赠书表达对特殊而的关怀 同时也期许学校能够为特殊而开创更友善的教育环境 它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在特殊生的这个部分 那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的同理心去理解特殊生 然后让特殊生能够成为班级的力量 而不是班级的负担 那我们家长会知道这个讯息之后 我们很快的做出决议 愿意提供学校每一位老师 以及班级各一本来供大家传阅 三月号天下杂志 专访了新和国小老师邓慧文与林巧云 谈述教育特殊生 还有与他们相处的经验 邓慧文也特别感谢家长会 让全校师生有机会进一步认识特殊生 拉近彼此距离 融合教育其实无论在哪个国家进行 它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包括在台湾进行了二十几年 它绝对不是从一个孩子或是一个家庭 一个老师就可以做起的 而是要从孩子的努力 整个家庭的配合 然后整个学校 以及整个社会的接纳 融合教育才会做得更好 那很谢谢新和国小的整个 就是校长还有行政 以及多年来在资源班 所努力的老师们 可以让我们整个新和的孩子 能够在一个很友善的校园里面 可以一起来学习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 关于我们特殊生的一些 如何相处跟如何沟通的一些方法 希望对老师在教学现场 有很多的帮助 那学校也会利用在各个学年的教学研究会议里面 对这本书做一些相关的研究跟探讨 希望对每个老师在特教专业资能的增进上面都有所帮助 新和国小校长方文宇表示 融合教育的推动有许多的挑战 需要家长老师与同学们共同支持 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 不仅使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在学习上获益 也能够给予其他同才学习艰难的机会 让不一样成为力量 记者声评这门期新店采访报道 来看宝贝亚有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店让你WiFi6用好用满 申办大新店宽屏 一句宽屏上网只要999元 全家同时使用快文广 速洽2917 3939 最大串流平台Disney Plus 透过多功能数位机上盒就可以观看 限时优惠中 欢迎电洽2917 3939 111年度公费流感疫苗分阶段开放施打 第一阶段从10月1号起 第二阶段从11月1号起 请符合条件的民众踊跃前往接种疫苗 111年度地价税11月1日起开征 缴纳期限到11月30日截止 请尽速于期限内缴纳 以免被加征质纳金 荷包大失血 以上的新闻内容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兴电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芬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OMING PAO TORONTO 你是黄氏跟伐责网红金 拥挣的公车是我们的日常 8月2号 9月2号 Other9月2号 9月2号 半日6号 9月84 2号 半日6号 5号 為何不能經過浪街 從精美回家 除了666還有沒有其他的選擇 每次選舉都在講請貴 但我們要的 只是多一位公測司機 提供多一點福 讓回家 多一種可能 這裡永遠缺的一件事 就是有人幫你落實生活中的大小事 新店有一天一定會更好 但不是現在 每一天的日出 總是在催促我們早起 趕往下一個城市 重化的社區 提醒我們原本的家園 有多老舊 城市的藍圖 是不是應該有更多的可能 資源的分配 為什麼不能快點落實 長者的關懷 應該結合在地的優勢 有更好的教育資源 孩子們不用跨區 就能打下基礎 有人說 他們已經沒在做事 有人說 人情壓力無法拒絕 但這樣下去 簡單的事情 就不會解決 困難的事情 被推得一乾二淨 至於我 沒辦法再等待 這次就要改變 讓整個新店 重新啟動 直到有一些人 看見一切變得不同 會開始稱呼自己是 自由選民 這裡 永遠缺的一件事 就是新店的 務實革新 需要從我自己開始 每一天 我都要專心做好每一件事 一定要親自動手 在我的注視之下 看著它完成 為了安坑 為了新店 也為了民眾的大小事 哈囉 我是凱君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 新北市氣象 從前兩天影響台灣的東北季風 今天就會開始明顯的 有所減弱 環境風向會從東北風 慢慢的轉成 偏東到東南風 天氣上來說 今天白天還是比較穩定 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但是氣溫感受上 因為在環境風向改變 並且北邊有風面雲氣 要逐漸的 風面要逐漸的接近 在風前 會有些暖時空氣的影響 所以呢 在白天會感覺到 比較悶熱 有點像夏天的感覺 而晚間 我們剛剛說到的 風面系統會掠過台灣的北邊 以及東北邊的海面上 因此呢我們可以看到 在風面掠過之後呢 後面會伴隨著 華南雲氣逐漸的移入 天氣上會開始有所轉變 轉成比較陰有短暫雨的天氣了 而從衛浴圖上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台灣附近 還是比較穩定 水氣都比較少 環境呢是偏東到東南風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西邊的華南地區 以及到我們的南海的海面上呢 那都有比較多潮濕的雲氣在這個地方 隨著今天晚上 風面系統掠過到北邊 到東北邊的海面呢 會伴隨著 歐方的 華南雲氣從西邊移動過來 到我們台灣上方 全台的天氣都會轉成 容易下雨的狀況 並且會一直持續到禮拜五 都是容易下雨的情形 而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 詳細的降雨狀況 我們看到白天呢還是比較穩定 沒有什麼下雨的狀況 但是到晚間開始呢 我們看到風面雲氣 會伴隨華南雲氣 一入之後呢 開始有下雨的狀況發生 而華南雲氣呢 在明後天呢 都是持續的影響 全天都是保持著 容易下雨的狀況 所以在外出的時候呢 提醒大家 一定要把雨具 待在身上 從未來五日的天氣 我們看到今天還是比較穩定 白天會有陽光出來 是相對的 比較悶熱一些的感受 那晚間 降雨幾率會明顯的提高到70% 會開始 開始有下雨的狀況發生了 所以從晚上開始呢 天氣就會開始有所轉變 而從今天晚上過後 一直持續到禮拜五 我們可以看到呢 天氣上都是非常穩定 非常穩定的在下雨 所以呢 在降雨幾率都是比較偏高 都是100% 那氣溫感受上呢 會是比較全日比較濕涼的感覺 高溫呢 在23度到24度 低溫在20到21度 而到了禮拜六呢 水氣會稍微的有所減少 不過降雨幾率仍然不低 所以雨傘還是要待在身上的 而氣溫感受上呢 也會稍微的有所回升 高低溫 大致上會略回升1到2度 最後呢跟大家介紹 今天是24節氣當中的小雪喔 小雪呢 在中國北方 黃河流域以北的華北地區來說呢 氣溫會逐漸的降到0度C以下 所以呢 在晚間開始可能會有一些飄雪 或是下雪的情況發生 但是整體的雪量並不會到特別的多 到了白天 陽光出來之後呢 就會逐漸的融化掉了 而在黃河流域以南 華中華南升到我們台灣的附近呢 雖然不會下雪 不過氣溫也是有逐漸下降的趨勢的 而水的時間呢 是逐漸的接近到12月了 所以呢 要開始慢慢的有入冬喔 所以 提醒大家 要開始衣物上要有換季的準備了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播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